不止邓超思力恒电会议后六明星被曝补税过亿,中共经济下滑影视明星沦为首轮剪羊毛的对象。 在中共召开追缴影视业税款的恒电会议后,有多名影视明星被约谈其中邓超思力夫妇被曝补缴2.5亿人民币而露媒披露补税过亿的明星,至少六人广告一。 1月底,网络传出一份恒电工作室会议内容,其中规定影视工作室最新补税公式是70%、80%、40%到3.5%,其结果是每个工作室需要补缴的税款大约会占总收入的20%左右。 而且要从2018年追缴至2016年而之前的征收方法是3%到7%之间露媒衬,但是谁都不清楚这个一刀切的百分比,是怎么来的12月1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文倡议依法合理规范影视业税务秩序。 对此提出质疑但文章很快被删,根据露媒报道几个月前传闻补税只针对年流水500万以上的影视工作室,但现在局势已经扩大覆盖了影视相关低所有工作室。 据称账面单笔收入在20万以上的公司都接到了约谈电话。 有艺人公司表示最近几乎每天都接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追缴电话。 根据网传恒电工作室会议内容,已有17名明星,被约谈并限期12月15日前自行补税。 大陆艺人一般都会在税收优惠地区,注册工作室仅在恒电东。 杨注册的影视文化工作室就有749个其中包括黄晓明、姚晨、杨幂、李一峰、王凯、迪丽热巴等一线明星。 账号为正义的话身哒哒的微博11月30日爆料邓超村立夫妻就在被首批约谈的名单内。 两人已补税2.5亿人民币赐One Angela Baby杨颖、吴奇隆、黄晓明、周迅、杨幂、赵薇、赵立莹等也都在约谈名单。 中该爆料博主还披露被调查和补税对象为所有演员第一批次一人,第二批次150人,其中17人为第一重点约谈对象,35人为第二重点约谈对象,第三批次200人。 第四批次200人约谈对象,几乎覆盖一二三线,所有已工作室形式纳税的演员,谁都别侥幸据另一家路媒披露这17名,被约谈的一人覆盖大花、顶级流量、一线演员、导演等等。 其中一位男明星被约谈时,在会议室当场就痛哭起来,报道还列举了6位需要补缴巨额税款的明星,某顶级流量。 年轻男星2到3亿,某影视综艺多期发展的综艺常驻男星1.4亿,某专注影视作品的话题小花1.6亿,某电视剧人气小花单一个地区,补税6000万以上总额上亿,某大花2亿以上。 某演艺事业和商业两边抓的小声5到6亿报道指,首先被约谈的大多是多期发展的顶级明星尤其要补据,额税款早前范冰冰因桃税风波失踪四个多月10月3日被当局重罚,要求他在期限内缴纳于8.8亿元的税金。 至纳金和罚金随后,中共税务总局发布了,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,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。 从2018年10月10日起大陆各影视制作公司、捐剧公司、演艺公司、明星工作室等企业以及影视行业高收入者,必须在2018年12月,笔前完成对2016年以来的纳税情况进行自查自究。 根据中共官方文件补税工作将分为四个阶段推进,第一阶段未自查自究阶段,于2018年12月30日截至需补缴费用和至纳金。 第二个阶段约盘补税工作室需要在12月15日前完成,第三个阶段税务上门辅导,检查于2019年1月起至2019年3月,截止需补缴费用,至纳金合罚款。 第四个阶段为重点检查和税务抽查于2019年3月起至2019年6月只需补缴费用,至纳金合罚款可能会涉及刑事处罚外界,认为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,中国经济日趋恶化,国库日渐空虚演艺圈,成为当局瞄准的一大块可以宰割的肥肉。 另外,港媒分析中国有世界背后,有中共军方势力介入,也有曾庆红包对曾庆怀的操控。 因此习近平才借演艺界开刀及机收回地盘。